好 大家好 看得到螢幕吗 现在 看得到简报吗 可以 可以 很像是旅行社的广告 是旅行社的广告 好 大家应该在家里都被闷坏了 如果想要日本东北未出国 就趁现在 就是虽然三级警告 但是二级警戒 教练 我还是很想要去日本的 就是如果想要去日本的朋友 就大家欢迎可以来参加Cover Japan 2021的年会 就在9月的18号到19号在线上举办 对 右上角是那个QR Code 大家可以扫一下 然后今天是来帮忙工商的 那什么是Cover Japan呢 它大家可以想象是就是日本版的G0V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 但简单说可以类似的感觉 然后Cover Japan他们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成立 那最早就是创办人的那个Seki-san 他其实是因为2012年的时候发生了就是日本东北大地震 那那个时候大家在灾害之中就很需要资讯的一些整合之类的 于是他就做了灾害地图跟资源的地图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使用 那就开启了他的公民科技之路 跟后来成立了这个Cover Japan 那所以今年算是就是311大地震的10周年 所以他们又等于是说回到东北这边 然后就是除了会有非常多的跟就是震灾相关的议题 跟还有就是地方再造以及就是在灾后重建的这些议题以外 那也会有就是一些其他的议题 那我等一下稍微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就是Cover Japan蛮有趣的 那他跟Genevy蛮不一样的 他是以地区为单位 就是可能是什么东京的某一个区域 他就会变成一个Cover什么链马之类的 那他们都是独立的存在 就是跟Cover Japan不是一个上下的关系 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会合作 然后会一起就是交流之类的 但是彼此都是很独立的 那比较多是专注在地方的议题 那在Genevy这边感觉 他比较专注的就是漩涡性的议题 那我觉得这边还蛮有趣的 然后除了就是以地区分以外 他们也会以专案来分 例如说会有Cover Cat 就是你想要帮猫猫做什么 就是科技的东西 让就是例如说浪浪可以活得更好啊 之类的像这些东西 然后也有Cover Sanko 这是选举 那这个是Cover Japan有一些朋友 他们来到台湾之后看到 就是投票指南 就是Genevy投票指南的专案 然后他们就决定 回去之后日本应该有这样的专案 所以就是这种彼此的联系 跟彼此的互相影响 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他们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他们跟企业的合作 还有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非常的深 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事项 接岸的模式去做合作 所以他们在跟企业 跟地方政府就会 就会有很多的合作 例如说他们会派遣工程师到 地方政府或者是去企业里面工作 或者他们会协助企业的工程师 到地方政府去这样有点像是派驻的形式 去合作 然后去让地方政府的一些 像是资讯的一些设备 或者是资讯的一些城市什么的 可以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发想之类的 然后像这是两年前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后来的东京都府知识 就是有到Kofo Japan 就是去 他本来就是这一项的朋友 前上司 然后后来就是东京在去年的 就是COVID刚爆发的很严重的时候 然后日本就有 就是有 Kofo Japan他们就是有去跟东京都讲说 我们或许可以去建立一个资讯平台 把我们所有就是人民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整合在这个平台上面 而且这个平台是 它是Github 就是开放给所有人 就是你不管是谁 你都可以去push一个 就是你都可以去拍一个issue 或者是去帮忙补patch 然后后来好像就是有几千几千几万人 就是去参与了这样子的一个网站的建制 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开源的 所以其他的县市也陆陆续续的就是使用这个东西 然后台湾的话 皮丘也有帮忙就是做一个台湾的版本 对 然后呢 回到正题 然后也有就是之前那个伊莎贝啊 之号跟PM5 他们也有就是弄一个就是 Facing the Ocean 然后跟Code for Japan这边就是一起 还有其他的香港的社群 跟就是韩国的社群 一起就是 搬一些跨海的一些送 但现在都不能去 好像去日本 对 然后呢 Code for Japan Summit 我觉得有一些蛮有趣的地方 大概列在这边 就是它会在不一样 我觉得最有趣 它会在很多不一样的城市举行 然后下一个城市 就会把上一个城市的参与的人带过来 然后就会渐渐的这些人 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公务员 还有企业去参与他们的活动 然后喝很多酒 没有啦 就是他们还有专家叫Code for Sake 总之就是蛮欢乐的 它互动性很高 那这个就是Code for Sake 就是喝酒 对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桌游的project 然后这个是2019年到2020年 是去民谷屋 结果殊不知就是 就是就再也不能去 然后这两年都是线上的形式 然后2021年就来到了东北 那就是由这几个 就是都Code for 秋田啊 三行啊 福岛啊 然后仙台什么的 就是大家一起主 就是一起主办 这次东北的活动 然后应该会是线上的方式 所以大家虽然在台湾 就都可以参与 也不用买机票 就其实也蛮好的 对 然后这次的Keynote会是 就是东北大学的教授 那主要还是针对 就是在症灾的时候的一些 它是主要是研究 罹难者的辨识 就是可能断手说断脚脚 然后你也不知道谁是谁的状况下 要怎么紧急去处理 这样子 觉得还蛮有趣的 还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然后有一些 他们有一些很软性的一些议题 因为那个现在的议程 还没有开放在就是官网上面 然后因为我个人是翻译的人 所以我就稍微跟大家透露一下 然后 一个是就是他们有针对地方 就是各个地方的那个 因为日本有很严重的托语的问题 就是幼稚人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每年都会出现 就是坏资料 就是很烂的开放资料的 一个超度的法会的活动 然后跟也有年长者的 就是城市开发者的一个 算是让大家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 一个network 对 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跟东北 赈灾相关的一些议题 所以大家都很欢迎来参加 就成现在 对 然后如果你不会日文的话 他们会准备UDTALK 是一个机器翻译的一个平台 然后都可以去使用 这个是由就是 COVO列马的青木 他准备的 然后他 他也嘛 拜托我就是去 协助翻译 所以 征求日中翻译 拜托拜托 对 然后 这个是 今年COVO就比较特别 他们年会有特别开发一个 就是年会专用的一个网站的上架系统 然后 欢迎大家 好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紫瑜拜拜 拜拜